中華民國第16任總統副總統 以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 已經順利在今天完成 感謝台灣人民共同寫下了民主的新頁 並向世界展現了對民主體制的真心 這是我們永不放棄的堅持 我要感謝兩位對手所展現的民主風度 我剛剛也分別接受了他們 恭賀的變化 我也要恭喜他們所領導的政黨 在國會旗幟中的掌握 期待未來能夠為國家團結合作 我要感謝其他兩位選手們 為示威的革命 我剛才接受了他們的電話 並接受了他們的祝福 我也想祝福各國的選舉 第一場大選 台灣締造了民主陣營的第一場勝利 這場勝利有三個重大的意義 第一個意義 台灣告訴全世界 在民主和威權之間 我們選擇站在民主這一邊 中華民國台灣會繼續和國際民主盟友 並肩同行 第二個意義 台灣人民用行動 成功比喻外部勢力的介入 因為我們相信 自己的總統自己選 第二 通過我們的行動 台灣人們 從外國的勢力 從外國的勢力 去影響這個選舉 我們相信 只有台灣人們 都能夠選擇自己的總統 選擇自己的總統